说到清中小菜少不了咸鸭蛋 而屏东人听到咸鸭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车城 车城这家攀氏农场 从蛋鸭养殖到鸭蛋加工销售 通通一手包办 便以传统古法用红土 盐巴 再加上当地的温泉水腌制咸鸭蛋 带起温泉鲜烂名气 我们的材料其实很简单 就只有盐巴 水跟红泥土 那我们的比较特殊一点是 我们四重溪刚好有一个 很好的水叫温泉水 所以我们当时就试着用温泉水去做 发现到凉率很高 那后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温泉咸蛋 农场主人潘旭黄表示 虽然现在制咸鸭蛋有盐水促成法 但传统的做法风味就是不一样 在红土腌制15到20天后 还得以柴烧半熏方式蒸蛋 减少蛋的水分含量 让香气更浓郁 有时候很多东西没有那个工 就没有那个瓶子 那其实我们用柴烧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因为它是用蒸的方式 而且又用半熏的 所以它的那个香气会比较高 因为蛋里面的水分含量会比较少 不像一般它们是用水煮的 或者是用蒸笼蒸的 那纯粹是瓦斯加热水上来 那它比蛋里面的含水量会比较高 柴烧蒸蛋做法虽然很搞刚 不过潘旭黄为了确保咸鸭蛋品质 坚持一循古法制作 此外要让鸭产下优质蛋 农场也保留传统养殖方式 成群结队的鸭子 摇摇摆摆地往西边走 潘旭黄家中从民国63年开始养鸭 至今保留也放养殖方式 为了尽量不污染水源 鸭汁数量都控制在2000只以下 每天早上将鸭子自然放养在溪流中 日落再赶回鸭疗 潘旭黄认为放养的方式 能让鸭子更健康 那我营造一个他最喜欢的环境 让他每天的心情都很愉快 很happy 他身体就健康 健康的鸭产下营养的蛋 潘旭黄说 要看出农场的鸭蛋有何不同 把蛋打破倒出来就知道 倒出来的鸭蛋蛋白明显分成两层 蛋黄周边的是较稠的浓蛋白 潘旭黄说 一般的蛋少进有这么厚的浓蛋白 这就是农场鸭蛋的特色 当它蛋就这么大固定这么大一颗 我放很多营养去 那你什么东西会被cancer掉 就只有一个东西水分 所以当它里面的营养越丰富 它的水分越少 稠度会越高 所以你会看到它蛋白里面的水分就很少 会变成一个像农蛋白 除了蛋白藏玄机 瞧着蛋黄坚韧Q弹 用手指捏几下也不会破 好像在表演魔术 它营养功务度坚韧度够 这个蛋黄它要有一个很强硬的膜 去做保护 可是当它营养不够 它没办法去增加那个膜的时候 它只能薄薄的一层 所以我们一般的蛋 你如果一敲开很容易那个膜就破掉 蛋黄就跑出来 可是这个你看就可以拉到这样子 它要膜够坚韧 潘旭黄说 农场以健康续养方式 给足鸭汁营养 提升鸭的抵抗力 就不需使用抗生素 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从20年前就开始提供药解报告 让顾客买得安心 我20年前我就开始做检验 我每年一定会送到状况续产会去做检验 而且我敢验 大部分的续产业不敢验 也叫黄氨剂跟抗生素 为什么 因为当他适用几月是释氧就圈氧 那他必须一定要有一个预防 那我感验是因为我没有在加那个东西 那也因为这样子 而有些比较重视品质 而且比较重视营养的那个客户 他们就虽然我们的蛋比较贵 就他们还是愿意用我们家的 近年鸡蛋鸭蛋都曾爆发食安风波 潘旭黄说他们生产的鸭蛋产品反而销售得更好 因为有更多消费者愿意多花点钱买品质较好的产品 而他为了在稳定中求进步 特别报名平农县政府开办的农业大学专修班 上了农企业经营管理 财务分析及产品包装行销等课程 虽然保留早期的放养方式 也依循古法焉咸鸭蛋 不过潘旭黄的观念一点也不传统 且乐于学习新知 他说农场现在以一级畜牧业 结合二级加工与三级产品贩售 发展为产业六级化模式 也开放预约参观及行鸭蛋DIY活动 让消费者了解鸭蛋生产过程 强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以达到产业永续经营的目标